今晚我想来点外送餐点洗脑的广告台词 这回成了用来酸爆民进党的行用词 因为想来点的是瘦肉金珠 加码呛由政府会说谎 附上蔡总统照片还有当年曾说过的话 拒绝瘦肉金政府做不来就下台 原则我们并没有改变也没有推浪 但是因为时空环境的改变 让我们能够有空间做进一步开放的决定 宣告迎接美猪不止总统陈梗图 现任副总统赖清德也在2012年 喊出拒绝开放含瘦肉金肉品 陈其麦更狠瘦肉金珠进口那一天 就是总统下台时 八年前这句话是说给小英总统听吗 黄伟哲则说怎可以位战就先败 过去郑文燦则强调 政府会保护台湾产业 不会修法放宽猪肉进口限制 可是今天 台美双边经贸谈判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入场券 那我想这个过程很辛苦 穿越时空自打脸 国民党快横转的20张旋风突击 中枪的还有2012年 直指政治零驾专业的 现任监察院长成局 行政院长苏贞昌八年前 更发文自豪强调 禁用瘦肉金就是自己过去 隔魁任内规定的 再当隔魁 苏贞昌却说要开放了 整个时代背景的改变 然后过去的一个所谓经贸的关系 我们一定会站在第一线的监督 我们说养住户可以放心 民进党突袭式 赢瘦肉金美猪 前总统马英九很忧感 痛批蔡政府对内欺骗国人 对外卑躬屈膝 连胜文也来助攻 问蔡英文敢不敢直接宣布 美国猪不好吃 自己绝不买 民进党换位置脑袋不一样 也难怪经典广告用词 今晚我想来一点 也成了最酸嘲讽语 借着黄明君重阅台北采访报道